大家好,今天就來試吃這個最近很多人說的真半麵 這個真半麵就是一個鵝油的半麵 聽起來都非常高級,所以我都買來試一下 首先講講煮食的過程 一開始都是跟平時煮麵一樣 都是等它滾了水,之後就放這個麵 大概等5分鐘左右 亦都根據你的喜好而決定多少分鐘 因為有些人喜歡吃軟硬 當麵乾水之後就可以加調味的油 還有調味的醬油,最後一個乾蔥包 然後把它攪拌在一起就可以吃了 就像這一盤一樣 這一盤就是我剛剛做的 試吃一下究竟好不好 聽說好像也有很多人買的 近期也有很多人買的 好啦,來吧 其實可以看到非常之多油 我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你把這個這樣攪拌 其實我還可以看到底部有很多油 即是證明它油的份量都相對地高 好,因為我吃過一些的盈多拌麵 好像都... 或者其他拌麵呢 其實都比較少出現一些... 底部還有一日的情況 好像... 好像比較少了 可能是我見識少了 不知道啊 那就試一下這個麵 究竟味道如何 好啦 好啦,那這隻的鵝油的部分呢 其實... 它不可以說算是難吃啦 對啦 但是這隻的味道呢 感覺上好像... 不算說太特別啦 不過鵝油的味道其實我都... 沒什麼怎麼知道 對啦,鵝油的味道其實我都不太清楚 因為我沒有吃過 沒什麼怎麼吃鵝... 我的這個食物 就是什麼鵝肝那些 我都沒什麼怎麼吃的 對啦 不過純粹以這個麵質來說 其實這個麵質也不錯的 對啦 我都留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這個麵呢 它跟平時一般的公仔麵不同啦 它是一個... 應該是非油炸啦 我想是 如果不是的話 我再補充啦 那它這個麵呢 就跟平時的公仔麵不同 它不是那種公仔麵的面質啦 而是那種... 是一種... 就是台灣那種的麵 對啦 就是好像... 台灣可能有很多的杯麵 或者一些拌麵 都是以這種的形式啦 比如可能那些什麼 炸醬麵 那些都好像是這一種的形式 或者是一些... 麵線麵條 對啦 大概是這一種的麵 它就不同於一般公仔麵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呢 其實我就比較多 都喜歡吃盈多拌麵 對啦 雖然我不是每一隻都吃完 但是盈多拌麵呢 我覺得真的... 公仔麵來講 真的是一流的 即食麵來講呢 盈多應該是... 我的心目中第一啦 那這個麵呢 可能跟盈多比呢 那其實... 我覺得盈多的味會更加... 適合後味多一點 對啦 老實講 至於這個麵呢 未至於說真的十分好吃 對啦 但是也都未去到說不好吃 對啦 對啦 好像很廢話那樣 但是... 事實真的是這樣的 對啦 如果大家有試過都知道 對啦 還有呢 剛才也有提到呢 就是呢 其實當我撩麵底的時候呢 我會看到呢 有很多油都會充飾在碗底裡 那其實我自己呢 不喜歡吃太過油膩的一個麵 那它有... 好像有兩種油 即是一個醬油 一個就是普通... 鵝油 應該就是 那這兩隻油加起來呢 其實我覺得油量好像... 太高了 太高了 所以一吃下去呢 其實就是滿口都是油的 那我自己就覺得這個可能 有少少扣分的地方 那至於味道上呢 其實... 怎麼說呢 它很有台式的那種... 麵 對啦 因為真的是台灣那裏 即是可能在台灣那裏研發完之後再找過 其實都算是台灣的 雖然本身是一個香港的一個... 製作的一個公司啦 對啦 除此之外呢 我覺得... 特別的東西好像就沒有了 對啦 比較特別的呢 就是它不是用那種公仔麵那種麵餅 而是用一些... 我想應該是台灣的一個 獨有的一種麵 所以呢 其實... 可能它納的成分就會低一點 這可能以健康的角度去看 它納的成分會低一點的 對比起... 可能刑多...可能刑多... 可能刑多...可能也有... 一千多... 或者以一個... 正常出此一丁來算 出此一丁都應該是... 一千五到啦 這個就... 我看過這個標籤之後 只有一千多了 或者... 還有可能呢 如果真的吃到底 就感覺到那個油呢 真的太...太多了 油 但是反而呢 它的油雖然多 但是它還未屬於去到... 口味很重 對啦 因為... 因為大家如果有吃開一些... 刀麵啊 刀麵啊 或者一些刀麵啊 或者一些刀麵呢 其實你會知道 味道是非常之非常之重的 就是它有... 鹹 有甜 有辣 接著... 對... 這三種味道很突出的 但是這個麵呢 相對地呢 它是... 可能... 咸味去... 咸味去... 咸味去到很厲害啦 接著呢 油就... 很多啦 好啦 那來個種兒先啦 我覺得這隻麵呢 其實有好... 有不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這個... 麵呢 麵質呢 其實就相對地 我覺得有點大牙 還有吃起來呢 是真的... 呃... 感覺上... 心靈上有一點健康的 心靈上有一點健康 因為始終它不是那種... 很高納的那種的 油渣公仔麵 那的而且過呢 是越吃越覺得... 咦... 寶貝... 不屬於說很油膩那些 這個就是一個好的地方 那第二就是... 我覺得那個包裝其實都... 我想應該那個價錢 有部分可能是那個包裝 包裝的而且是挺好看的 包裝用來送禮 絕對是一個... 挺有趣的一個... 禮品 對啦 至於... 不好的地方呢 我覺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可能呢 它的油量可能是有一點點太高的 對啦 就是譬如... 它醬油再加鵝油加在一起呢 油的份量好像... 都幾高下 都幾高下 那我自己覺得就... 自己一般地 一般地可以接受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可以的 不知道 因為根據我吃的那些拌麵 什麼盈多啊 呃... 好像只吃過盈多 對啦 那盈多呢 其實那個油好像... 感覺上沒有那麼多 就是你不會看到一坨油在那個... 麵底裡 對啦 還有吃進口呢 它不會整口都是油 因為這個真的整口都是油 那我自己... 就比較... 注重這一點啦 我就不太喜歡吃一些... 一吃下去滿口油那些的 對啦 之後呢比較缺點一點點就是呢 那個味道 那個味道可能呢 不屬於說很重口味 因為我知道呢 大部分香港人應該都是吃東西很重口味的 除非本身是以健康為主 對啦 否則的話呢 應該都是吃開一些... 很鹹啦 然後一個... 鹹啊 辣啊 甜啊 這三個 我想應該... 事大一樣 那些香港人都很喜歡的 那這隻麵呢 其實那個味道感覺上就... 味道很重啦 對啦 這個見仁見智呢 是我自己的看法 對啦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成為一個缺點啦 不過我自己來說都還可以的 就是呢 它的價錢其實... 比起一般的都貴一點點 對啦 真的一點點而已 那我看過呢 它一包... 一包裡面有五包的 那一包裡面呢 是... 22元啦 對啦 我看這個網上價錢 那22元其實相對地是... 比其他的高出一點點 對啦 高出一點點那麼多啦 那不知道這個算不算缺點啦 對啦 這個大家見仁見智 對啦 那最後呢 就到這個麵的評分啦 那我都忘記了 我自己的麵的評分 是評五分還是十分 那就是評五分啦 那這個麵可能... 我覺得應該... 3.5分應該差不多啦 對啦 嗯... 總結來說是... OK的 能夠接受這個麵的 就是它不會說很難吃 也都不算說很特別 會突然之間...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like 按個訂閱 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